今天普世爱在课上已经提到过了吧 第一句就说了吧 Sally was invited to a children's party 所以我们今天的语法部分 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理解 也很重要的不微动语态 Let's take a look at an example Here is a burger 这是一个汉堡 我们人会嗷嗷地把它吃掉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说什么 Where's the burger? The burger was eaten 汉堡呢? 汉堡被吃了 所以被吃了 我们这里用了一个 Was eaten 算了一下 Where's the milk? 牛奶呢? 牛奶也被喝了 The milk was drunk 喝这个词和吃这个词 本来应该是eat和drink 在这变成了drunk 柏里被碎了 柏里被自个儿不会碎吧 一定是什么碎 柏里大碎了 所以我们会说 The glass was broken 以及 House Beautiful house Right? Yeah The house was painted 房子不会做个儿粉霜 是被粉霜 主流 此类的 Wow There is a mistake Come on The paper was corrected 这个卷被判了一下下 was corrected 所以我们发现 当你每天如果喝牛奶的话 我们不会说with 我们会说the milk is drunk everyday 如果你要说这个作业 试卷每天都被改 就是the paper is corrected 所以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在表达一些 这个东西是被这样的时候 就会引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 叫做被动语态 其实我不用解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中文里面有 只不过中文叫做被字句 在英文当中 你会发现 这里面可跟被字没关系了 英文有一个超大的结构 大家再看一下 快速观察这个红色部分 英文是怎么表达这个被字的 看到了吗 这个不管was也好 is也好 我们说了me zero 都叫做著名的被动词 所以今天记住了 我们今天要求大家 这一刻就记住一个结构 就是b加上这样就可以了 被动语态 在英文当中就是被动词加上动词 原型还是过去式 还是过去分词 你们看清楚了 过去分词 所以就是有被动词 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 这样来进行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被动语态了 OK 所以被动被动就是我们的第一项 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掌握的其实就是这么两个 比如说drink你要知道变成drunk eat你要变成eaten 就要快速过我们今天的过去分词部分 以及play 它超简单变成play的 而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掌握的不同词的被动语态 我们今天课文里边 其实就出现了过去时态 所以我们要求大家掌握两个就为了 这是本节课堂 我们下面最后节课里面还会再次拓展 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掌握一般现在和一般过去 其实我们说了 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就是be down 玩的就是被动词 所以被动词在一般现在实力 无非就是什么样 来 I'm a star是不是 而在过去时不就是那两个what and were 所以今天大家能不能背着 I'm a star和过去时的what was were 是不是so easy 这就可以了 剩下就是大家要过这个动词 过去分词这一关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掌握的被动语态 所以我们还要求大家掌握一下 比如说我喝奶 我怎么把它变成奶被我喝了呢 请你发现不论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顺序都是颠倒 我喝奶变成英文也得是奶变前面去了吧 所以发现当一个主动语态变成被动语态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四字口诀叫做找换改加 就是一找二换三改四加 什么意思呢 一找呢 咱们得先找主位吧 一找找主兵 主兵不是主位啊 原来是I是主语 milk是冰语 我喝奶 所以变成被动语态变到位置吧 所以我们找到之后呢 来换位置 把刚刚的milk跑到前面去 而把他我呢 放到后面去 我呢 跑到后面就不是主语变成冰语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主格变冰格 所以I变成了me 对不对 所以一找主兵 二换位置 然后三就要加被量了 之前是我喝 再变成奶 被喝了吧 所以插入那个be和down 就是我们说的 was和drunk 因为这是被喝过去时 所以我们插入wasdrunk 那最后呢 被谁喝呢 别忘了加上败 所以今天要大家找的口诀就是来背一下 一找主兵 二换位置 三改be down 四加上败 一找主兵 二换位置 三改be down 最后四加上败 各位记住了吗 这就是我们将主动变成被动的四步 非常简单吧 一找分序 闲昏大脑鱼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如何插入正确的避动词和动词过去分词 这是我们今天要大家掌握的唯一的一个最大难点了 我们来看看两个小次 比如第一个 I broke the window 我打破了玻璃 来 一找主兵 谁来的 我和window 是不是 来二换位置 window跑前 我跑后面去了 所以改be down 这里是broke 是过去时 所以过去时叫插入什么呀 是不是words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小辨认是 the window was broken 重点就这儿 大家能不能变出来 好第二个 I do homery everyday 我做作业 那一找主兵 我 作业 所以我们二换位置 the homework跑前面去了 everyday 这是一般现在时吧 所以我们找me is 2 那homework应该是me is还是2 但是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the homework is 就变成了 好 等一下 I invited baby to my birthday party yesterday 我昨天要请他去 那所以一找主兵 我 邀请baby 所以二换位置 三改 be down 很明显什么是invited 所以肯定是过去时了 so baby was invited 所以一找主兵 二换位置三改 be down 四加上拜 出来 baby was invited to my party by me yesterday 所以这个步骤 大家要好好消化一下 这就是大家要求掌握到 一二三四 四个步骤 如何将主动变成被动 好了 我们一起来题目大脸 并一下下 来 one two three four 一支四几 一分钟时间快速快速看下答案是什么 五秒钟之后我就要说答案了 来 one two three four ok time's up 好 底下就说 when I got his office 大家先自己做完再看答案 当我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 我什么that he had been out 我told 还是I am 我被告知吧 当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在被告知 他已经出去了 那我是被告知的吧 那所以我被告知 最起码就有B动词吧 就是讲了半天 就是B动词和动词贵分 所以A 你干什么呢 A 你别去 那到底是I am 还是I was 很明显 这个句子整个都是过句实吧 所以答案选B I就错了 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的是C I was 错了 听对了吗 第二个说的house 什么red 说这个 这个房子一看就是被刷成了红色吧 那房子也是被刷 那被刷应该是 哎 这里面看一下 A B C 虽然都有这个B动词 was was 但是它满满足 B D A肯定不行吧 A 东西加ED C A C更不行了 它加了doing吧 所以答案选的是B 你晓得对了吗 第三个就说 this problem for seven days 说这个问题七天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讨论的 还是被讨论 所以应该是被讨论七天的话 那符合B动词的 那就只剩下A了吧 因为C不是B 等于是being了 B压根都没有B动词 所以答案得来自为功夫 就是was discussed 第四个说 这个事故 accident 什么on the road last week 上周这故事发生在了 路上 这里边我要重点说 第四题非常重要 老师你不说了吗 应该是被动 所以我就应该选B 错误 happen这个词 不可以使用被动语态 所以这个题选B是错的 这题就选这个A 千万句主 这个题是一个比较 翻套路出牌的 在英文当中 并不是所有动词 都能用被动语态 发生这个词 无被动 特殊 进入第四条题 所以the accident happen on the road 就可以了 所以第四题 非常非常重要 就这一个词 happen 记住啊 不可以加被动了 好 我们继续回来 走 5 6 7 5 6 7 第1分钟之间 快速搞定 5秒钟之后呢 抽出来对答案 OK Time's up 说完了吗 有小题说 a story 什么by granny 说奶奶讲故事嘛 故事呢 是被讲 所以说 a story 又是yes 所以找words了 is来这干嘛 一边去 所以是 was told us 还是was told to us呢 一个故事被讲给我们听吧 所以应该是 a story was told 一定是 讲给我们 to us a story was told to us by granny 这个tree 什么意思 这个树呢 肯定是 sorry the trees by the river 那这里面很明显 应该是 只能选择一个 are washed 被河水冲刷的 所以这里面 ab都被动词 看得干嘛 对不对 咱们选择 b t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t 什么with milk 说有一些人 有些地方呢 茶是和牛奶一起的 那么茶和牛奶一起 应该是茶被什么样吧 所以这里面我们刚刚讲了 今天讲的是b量 所以这里面凡是没有b种词就不能考虑的吧 c bye bye a bye bye 答一些b 就能出来了 t is served 就有些地方呢 茶是和牛奶以及糖一块被提供的 那最后道题就是i什么ten minutes to decide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来决定怎么着 所以应该是我给时间还是我被给时间 大家判定好久了 你不能说i gave to me 应该是我被给吧 所以很明显 应该是我被给 还是i was given 答案显得是b选项 所以再次说一下 今天大家就实词记住 b等 b种子加上过去分词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这段语法 非常非常向大家来动脑筋 我们下节课 最后一课 继续探讨第二部分的b种语态 OK 我们最后一节课再见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